要戴两个口罩 在外面去要注意安全 知道的 他忙了过来接我 我当自然的一点把酒精准备好 我回来一会把衣服给换了 哦 让我消毒 嗯 你不要出去啊 我要拜拜 我要拜拜 出去一定要注意安全听到没有 你先那一会儿都出家 他来接的吗 都等的就是 他来的 在门口的啊 我是拿着食杖的水长 哦 拜拜 外国家都一定要注意安全 待会可以找出这些 是你是他们过去应该都有 防腐这些东西吧 今天胖哥很激动 他终于等到了来吃机会 可以上一线 贡献一份自己的微博资历 他感到非常的高兴 作为家人我们也非常的支持他 同时也希望他能够做好 做我防腐 平安归来 哎 人呢 嗯 在外边 我将来 我晒得住 你晒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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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扣得住 哎呀 要不要再给你晒得住 过去 过去 我勘了晒得了 把衣服洗了 还没吃饭 啊 还没吃饭 我哪里不管饭哦 没有我没吃 你哪会不吃呀 九点呐 回来吃三 哇 鞋子大事完了 脚泡餐了 外头海大鲤鱼啊 来来来 来来来 他们都没吃 那个衣服穿起上车也不方便 辛苦 辛苦 吃鸡蛋一大半天 还没吃饭 还好饿哟 赶快点干肉干吃的 来 爸爸泡个热吃一个 哎 我都输了 爸 你辛苦了 他觉得泡白 那个孩子里面 鞋子不放水 80万 要不要加点水 我要 我刚才看到一条评论 说我们去志愿者去挣钱 全国各地哪一个地方的志愿者是去挣钱的 我都没搞懂 你说这种话真是太惨人家的心了 别给那个医务工作者 今天第一次看到 我真的是佩服这个五顶斗铁 别人插着那个防护 车说没上去吃 有谁没喝一口 因为他一直在住啊 排起好多队 排了很长的队 一直在住 而且有些人家的年纪比较大 然后小孩子住得特别麻烦 真的太费劲了 这个人真的是 才只能佩服 一直全程没上厕所 我们中途说实话 我们中途还可以去上厕所 像我们的志愿者就相对要就是说 别人完全没有上厕所 全程没上厕所 没喝一口水 就是做了个核酸采样的 真的好厉害哦 我们的工作说别的 我们就是 其他把桌子摆好 经节性拉好 然后就扎到旁边围持秩序 然后都把黑酸做完了 然后衣服人员扯藏了 我们就把藏地全部收拾 赶紧把搬出来的桌子的东西全部收了 真的好佩服他们 太佩服了 后天还要去我 真的你 你 你参与了一次 你参与了一次 你晓得了 真的有些人真的是很伟大 还说别给你挣钱 我真的看到这种评论 哎呦啥子人都 爸爸都这样了 视频 看看你爸爸妈妈小的 confidence 你也可以帮你去 外面小杜 你这样的 你还做麻烦 你呢 我 criar 十年了,好厉害,就九点钟了 那你吃,好厉害吧 九点半,宵夜时间 宵夜时间 嗯,好香 今天把胖瓜辛苦的 嗯 我姐把你辛苦了 一点都不辛苦 真的不辛苦 我们在家里也是担心了 6点多的时候看到你还没吃饭 九点钟 准备上场的时候 有饭吃的 我没吃,我怎么回来 今天到宵夜 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他们宵夜工作人员 包括医务人员 还有很多很多的 为了这个防疫 做出了很多很多的做 非常非常大的贡献 真的,离不到一千的是看不到的 像平时我们自己去做个黑酸 然后做完,马上就走了 你根本就感受不到别人那种辛苦 尤其是医务人员 人家穿着防护服 带着防护服面具 往哪个地方一坐 有可能就是一天 不吃不喝不上厕所 因为它非常不方便 一个是为了别人的健康 第二个也是为了自己的健康 所以说有时候也是被逼无来 没办法 扔也要扔出 所以说再次 请大家在做黑酸的时候 包括在防疫的工作当中 大家一定要陪伙,积极陪伙 因为他们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今天的视频 就拍到一个地方为止 赋予大家一定要陪伙防疫工作 因为一线的工作人员真的是太辛苦,太不容易了 怎么样,我差了 我的肚子都我的前行陪伙 谢谢大家